滨州卫生局共接获1679宗手足口证并列 比去年同时期的1073宗增加了56.6% 我知道是说会发烧 然后有一个斑点这样 然后其实很正确的资讯我是不大清楚哦 我就鼓励我女儿要多勤洗手 最重要还是注意清洁啦 有时候也是防不胜防啊 学龄前的孩子被视为手足口证主要感染对象 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又该如何预防呢 冰城慈激幼稳员特别邀请护理师 前来为小朋友进行卫生小课堂 如果他们有任何症状和症状 像疼症、脸、脚、口疼 应该是最好的如果他们没有直接接触 然后他们必须洗手 照顾好个人卫生 不仅是疫情期间的防范措施 更是时刻都该保持的良好习惯 大爱新闻 黄艺琴、陈瑞文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